庆蓮有线电视 穆子欢迎回家 由TVBS信望爱永续基金会主办的 第八届全球华文永续报道奖 今年有来自台湾 马来西亚 以及香港的732件作品报名参赛 经过评审评选出119件作品入围后 在10月6号的颁奖典礼当中 公布46组作品获奖 其中中家宽评庆蓮已自制节目 穆子欢迎回家 拿下专业主长片类优等奖的殊荣 成为全国唯一获奖的地方电视台 媒体本身对整个社会 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影响非常的大 也让媒体本身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变化的世界里面 持续能够不忘初心 能够大家一起努力 能够想的是说 我们怎么样对这个社会 做出更多像刚刚提到的建设性 我们希望能够产生更多正面的力量 参长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地方有限电视台参与的数量超过以往 那我想中家庆联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在这一次长片组他们入围了两个奖项 都是花了很大的时间 然后就在地的议题本身做了长期的追踪 一些品质非常好 那我要特别鼓励地方有限电视台 花资源跟时间培养记者来报导 在你们周边的这个议题 相信这是地方有限电视台最重要的价值 本次中家宽平青年的资质节目 共有两项作品入围 其中获奖的穆子欢迎回家 记录全台湾最后一个部件公共电话的小山村穆子 在面临人口老化 尖壮人口大量外流的困境 社区长辈妇科年幼时 在身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中 举着火把上学的情形 不同时代共事凝聚的叙事铺陈 让评审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山村里面的深深的寂寞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个村庄 然后看到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 为故乡做很多事 我在地方电视台已经工作了快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用十年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走在这个舞台上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在南部在地方有更多不一样的可能 中家宽屏关注地方发展 各地系统台长期直播优质地方性节目 更从地方公共政策 历史文化 多元关怀和生活资讯等面向多元记录 展现出地方电视台的高度价值 同时也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推动媒体试读 并展现出对环境永续发展的决心和成果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